归宝鱼儿的愿望 武林 一个青山绿水的室外桃园 一室而独立的生态棋地 孕育着全球珍贵的绝宜国宝 台湾樱花沟稳归 源在太平洋 降海回游 历经冰河时期 立刻变动 气候暖化 冰河消退 地理阻绝万年 入风于七家西湾流域 随时空季节更迭 悠游生息 小鹰 又有在七家湾流域 觅食水漆昆虫 一身古铜色的流线仿锤形态 体侧镶嵌着碗炉 山鹰花瓣烙印在深的 褐色椭圆横斑点 背负 点缀仿佛黑宝石的小圆斑点 承袭自祖先的美丽纹饰 在水中优美转身牛百石 更浪青绿色的背铃 在阳光照射下 遥远非凡 人类农业活动 致使肥料流入河道 污染水质恶化 亦滋生黴菌病原 水质悠氧化 枣滑丛生 若大量附着河床 将缩减鱼儿游移漆地 与影响水生昆虫生息 小鹰畅然所失地看气 无奈地摇摇头 只好跟其他同伴 一同迁徙上游 新寻家园 是河屋 快 快躲起来 小鹰急忙提醒同伴躲路 落叶时缝间潜藏 两支河屋站立河建石上 紧盯潜水下方动静 搜寻猎物未果 河岸植被覆盖不足 无法遮蔽致阳 水温若上升高于17度C 将影响活力及成长 鱼儿们只好在利益冷冽的 轻游环境 继续往前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黑木低垂 黑木低垂 朦胧心悦 流水污液 远方船来一声声长啸 咻 黄鱼萧母鸟在巢中 呼吁又除所食的催促声 公鸟迅速飞离七只 正开巨大黑河雨翅 凌空俯冲飞掠水面 空气中弥漫紧张气氛 小鹰落小的身子更显无助 只能与同伴沉浅引力于岸边缓流 这将是胆战心惊的一夜 暴雨来袭 哗啦哗啦 轰隆轰隆 强风奏雨 溪水暴涨 溪骨裸露的岩层崩塌 土石分落 滚滚浑浊溪水 夹带断木泥沙 冲刷而下 小鹰吓坏了 瞬间倾泻的洪流 把鱼儿困在沙洲中 涓涓涓沉浸 鱼儿们 怯而不舍 往前觅游 前方出现一座防沙坝 防沙坝的竹舍 主要用于拦截 沙石下一致德基水库 却也阻绝着 宿游之路 同伴们纷纷发言 这座大石墙太高了 小鹰鼓励大家 网拆除缺口油 努力试试看 为了找到可以生生栖息的活水家园 大家努力坚持不懈 冲啊冲啊 小鹰和同伴们彼此打气 一起呐喊加油 奋力跳跃向前冲 鱼儿们千辛万苦 克服种种艰难阻碍 终于来到眼前的忧生美境 山间微风徐徐 林木苍苍 波光凌凌 苦花鱼也在此处游宜觅食 正当大家高兴万分时 小鹰发现西边有一群人类 小鹰忧心忡忡地想 要放弃了吗 没有机会了吗 原来是一群雪霸国家公园保育研究人员 他们正将富裕的台湾樱花钩吻鲑鱼们 放流七家湾溪 让悠久掩涕的节衣生命 得以在高山水脉溪流间 生存繁衣生存繁衍 西里云影交错 热闹喧哗 嗨 这里是哪里 哇哦 有好多新同伴 大家此起彼落互道介绍说 是啊 我们都是彼此的同伴哦 寻寻觅觅觅觅觅 七家湾溪里的大小鱼儿都欣喜雀跃 终于可以在这处生物多样 水量充沛 沉浸湿冷的回潭期地展开新生活 小鱼籍同伴们在七家湾溪 找到水量充沛 低温洁净的七席家园 造访雪霸国家公园 武林油气区 悠闲漫游山林石 沿七家湾溪上行 在关羽台可见台湾樱花沟稳归的 美丽悠游身影 在青山绿水街 只要有一群认真的保育人员 努力守护与高山静水相伴的珍稀鱼儿 就可以听见此首动能的生态乐曲 持续传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